hello大家好 我是撞森 华为智慧屏S系列刚刚发布 我也有机会提前去体验了一下这几款电视 S系列包含了有 S55 S65 F75 S Pro 65 S Pro 75这几款机型 这次的S系列是搭载了鸿蒙系统的智慧屏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 S系列的智慧屏如何十年不过时 我们先讲功能体验再讲参数 作为一台足以十年不过时的电视 华为智慧屏S系列 在智慧交互 影音娱乐 IoT控制 跨屏体验 四个方面都有的前瞻性能应用能力 咱们就来着重看一下 这个比较吸引我的智慧交互 不过时能力 S系列的电视支持1080P高清视频通话的功能 如果你的家里有两台智慧屏 一台可以给父母 一台可以放自己家里 你就可以直接屏对屏的视频通话 手机跟智慧屏 智慧屏跟智慧屏都可以 除了这种一对一视频 还支持多方视频通话的功能 对于企业用户来说 最高可以支持100人同时在线 视频开会非常方便 在现场我们没有这么多人 所以就用几台设备演示一下 整个操作的过程还是非常方便和快捷的 现在我正在使用华为手机和华为智慧屏进行视频的畅联通话 这个时候我现在要回到家里了 慢慢的走到家里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视频通话流转到华为智慧屏上 用智慧屏跟智慧屏进行视频通话 这个时候我就不用管我手里的手机了 在家里就可以该干什么 干什么 该收拾收拾 如果这个时候我想回到房间 再可以把智慧屏上的视频流转到手机上 进行 继续进行通话 对 做好了饭菜 你可以用智慧屏直接给带着华为智能儿童手表 CX的小朋友打电话 你妈叫你回家吃饭 现在很多人家里都安装了有摄像头 如果没有安装呢 这次的华为智慧屏也新增了远程看家的功能 当电视处于吸屏或开机状态时 就可以用手机远程看家里的状况 同样也可以用这颗摄像头拍照和录制视频 我们也可以操作演示一下 打开华为智慧屏的APP 有一个远程看家的功能 点开之后 可以看到正在连接家里的智慧屏 我们可以全屏观看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电视上会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不让他看和一个知道了 如果你选择不让他看 手机就看不到了 现在是已经拒绝了 此外呢 智慧屏还有NFC一键投屏的功能 你手机上的图片 视频PPT 都可以一键投屏到智慧屏上观看 这个功能跟咱们在MatePad Pro 视频上的多屏协同差不多 都非常好用且科学 这次还有一点非常的有意思 你可以把电视上的画面 投到手机上观看和操作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手机操控电视屏幕了 如果你需要在屏幕上输入什么东西的时候 智慧屏会自动检测 然后弹出通知 让你在手机上进行输入 比如说这个细节爱了 这些跨屏体验可以说真的会十年不过时 在智能家居方面 华为也一直在进行布局和拓展 但系列的智慧屏 让IoT设备可以连接起来 比如可视门铃的功能 也可以连接门铃使得屏幕 可以看到门外的画面 分布式音响系统 借助红幕系统的分布式能力 华为智慧屏支持和智能音响一起搭建分布式音响系统 并带来家庭影音机的体验 说完了这些不过时的功能 咱们再来看看智慧屏的外观 S系列采用了业界顶级的直下式全面屏工艺 这几款智慧屏的屏占比都非常高 从正面来看 整个有点像悬浮起来的感觉 尤其是底座 像是两刃冰刀支撑的 这个华为称之为消影的设计 可以让用户更好地沉浸在屏幕之中 背部设计也非常的简洁 整体设计很干练 这次华为智慧屏S系列 采用了这种磁吸石的摄像头 有1300万像素 支持上下旋转 有些朋友觉得我家里的大屏幕 有颗摄像头感觉怪怪的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摄像头取下来 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隐私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把摄像头装上 因为可以实现非常多好玩的功能 隐私安全方面大家还是可以放心的 华为智慧屏S系列 搭载了一块120Hz高刷新率的屏幕 这样就可以完美地使120帧每秒的画面 如丝般顺滑地展现出来 也让画面更真实 更接近人眼看到的效果 比如大家之前在影院看到的双子杀手 这个时候肯定会有小伙伴问了 那我日常所打开的视频没有120帧 怎么办呢 岂不是没有那么顺滑了 别担心 华为这次还加入了讯息补偿的算法 可以将网络上的24 30帧 低帧率片源动态插帧到120帧 完美解决60Hz屏幕存在的卡顿 残影 脱围等问题 让画面更加稳定流畅 这里还有一个小tips 120Hz是24和30的整数倍 所以一般片源24帧30帧都可以完美的插帧 使得画面流畅顺满 我们再看看它的画质 华为智慧屏S系列 采用了色彩纯净的LED灯作为背光源 素预达到92% DCI-P3 使得红绿蓝色更加饱满 这也让图像更真实好看 大家在选择电视的时候 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DCI-P3的值 值越高显然说的画面 也就越接近于真实的画面 S系列搭载的是红弧智慧芯片 采用了双核A53加双核A73的架构 主品为1.5GHZ 在这颗芯片的加持下 鸿蒙画质引擎 通过MEMC运动流畅度提升 精细图像处理等算法手段 全面提升画质 也就使得电视的画面更流畅清晰 饱满生动 值得一提的是 S系列的智慧屏还支持莱茵双重护眼的功能 没有频闪 进而合护我们的双眼 华为智慧屏S系列采用了 4个10瓦扬声器单元的方案 包含了有2个10瓦全屏扬声器 和2个10瓦高频扬声器 是用三分段的放音方式 华为嗨斯等 这次采用了最新的音频处理算法 使得音频设备的性能 可以发挥到极致 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说 智慧屏是电视 因为我觉得它并不是一台 普普通通的电视 它其实更像是一块 不用手指在屏幕上进行操控的大屏幕 并且也是家里 所有智能设备的一个指挥部 有这么多对于未来十年不过时 好用的功能 可以联动家里的智能设备 可以视频通话 而且画质和音质都非常棒 对于华为智慧屏S系列 我觉得它存在的意义 已经完完全全 是对智慧屏这几个字 最好的解释了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壮森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